爱宝乐宝的二胎宝宝迎来官宣了 福珠珠快要当姐姐了 爱宝乐园的将爷爷 宋爷爷等饲养员已做好准备 昼夜轮班陪伴爱宝 预备迎接这个新生的宝宝 目前爱宝已经有了很多生产前的变化 让我们一起期待宝家族新成员的到来吧 宝家族再添新成员 也意味着福宝即将回国 福宝回国的流程将在三岁生日后启动 福宝出生于2020年7月20日 他是爱宝、花妮和乐宝源心自然交配后的结晶 爱宝初次当母亲很紧张 将福宝抱在怀里不断填饰 大家看到福宝平安出生都特别激动 将爷爷不忘心疼刚刚生产完的爱宝 这是福宝诞生的第一天 这个名字寓意着它是带来幸福的宝物 在爱宝和将爷爷他们的照顾下 福宝渐渐长大 即将三岁的福猪猪在明年前就会回国 有很多不舍 也希望福猪猪回国后可以继续快乐地打野